啦啦啦我是菜小鸟 王者荣耀中最痛苦的事儿 应该就是团战时 技能总差那么几秒 就是放不出 每当这个时候就无比后悔 为什么不提前打个蓝buff 或者是多出几件冷却装呢 本期视频 小鸟就跟大家盘点一下 情界自身冷却时间 超短的三个音乐吧 他们绝对不会有技能不共用的时候 成吉思汗 成吉思汗从S13期改版 强度得到了不错的加强 虽然更多的体现在生存方面 做视野方面 但人家伤害本来就高 成吉思汗的每个技能CD都很短 虽然每个技能都要储存使用次数 但绝对够用 阿世奇的核心装是宗师之力 技能接普攻 真的是又顺滑 伤害又爆炸 不知火舞 虽然现在的小伙伴们都知道 这个英雄是姓不知火的 但我们还是习惯性的称呼他为火舞吧 火舞这个英雄 CD是真的短 而技能距离远 CD后期也只有两秒 最重要的是 还不需要储存 使用火舞主要还是依赖二技能的poke 先远程消耗敌方血线 再选择合适的时机 迁入秒杀 与其说火舞是个法师 不如说他是个刺客 不过当前版本并不算强势 阿科 阿科这个英雄本身的冷却并不短 但是一旦刷新被动 那就等于是全套技能无CD啊 在之前的一次改版里 阿科的技能可以说是大变样 更加看重切入时机和走位水平了 甚至因为各种原因 连名字都换了 不得不说改版之后的阿科 对后排的威胁变得更大 在后期时 只要被他的二技能戳中 接个平A和E技能 我基本上就积极了 而且一旦收割起来 水也加不住 好啦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啦 叼蚕的CD也的确很短 不过还是很依赖蓝buff 所以这次就没有上榜 小伙伴们觉得哪些英雄冷却时间费很短呢? 欢迎下方留言讨论 喜欢记得关注菜小鸟上的指南 么么哒